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跟亚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相较而言有五个国家特别清华 其中 血蒙朝鲜仅排在第二的位置 而第一名则颇有些出人意料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看观点点关注 谢谢 对华友好度上 排在第五位的是柬埔寨 中国与柬埔寨的友好关系由来已久 早在1700多年前 中原王朝就曾派使者访问柬埔寨 实称湖南 不仅如此 元代著名地理学家周达关 还以亲史随缘的身份出访真辣 金柬埔寨 并在其首都吴歌逗留近一年 回国之后 周达关撰写了一本名为 《真辣风土记》的长篇游记 这本书也成为柬埔寨历史学家 研究真辣古代文化的珍贵文献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 在老一辈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中柬两国之间的珍贵友谊 生根发芽并迅速发展壮大 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会晤 是在1955年的万龙会议上 周总理和柬埔寨领导人 西哈努克亲王相谈甚欢 并约定在第二年 开启对柬埔寨的正式国事访问 1956年11月22日 周恩来总理正式访问柬埔寨 此行得到了对方的高度重视 柬埔寨政府 不仅派出十万多人家道欢迎 还特意将这一天定为全国性假日 之后的十几年里 中国和柬埔寨 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甚至少见地向柬埔寨做出安全承诺 1979年1月 柬埔寨遭越南入侵后 也是我国第一时间为其发声 随后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越军被我军打得节节败退 间接延缓了入侵柬埔寨的脚步 柬埔寨这些年 一直很感激中国的帮助 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 中国是柬埔寨最可信 和值得依赖的兄长 可以这么说 柬埔寨如今是中国在东南亚 最铁杆的支持者之一 无论在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还是香港问题上 都坚决支持我国 而且 柬埔寨人民对我国也有极高的好感 比如 其首都金边市区 有一条交通要道 被市民亲切称之为毛泽东大道 对华友好度上 排在第四位的是尼泊尔 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友好 两国同样在一千多年前 便建立了联系 中尼两国在1955年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之后 两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交往 不仅定期举行高层会晤 商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还在历史 文化和经济等多个领域都展开了合作 尤其1975年 印度吞并吸金之后 尼泊尔愈发重视和我国的外交关系 在各个领域积极靠拢 这些年 尼泊尔在涉及西藏和台湾问题时 一直坚定站在中国的立场 其领导人在国际上多次力挺中国 对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尼泊尔也非常支持 还主动在2016年 与我国签订了 过境贸易条约等九项协定 在尼泊尔人看来 中国是非常好的邻居 一直主张和平相处 不像印度那样 总想控制和渗透尼泊尔 在2015年 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后 我国是最早提供灾后援助的国家 这件事让尼泊尔人民感动不已 因此这些年 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度愈发高涨 对华友好度上 排在第三位的是老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柬埔寨是我国在东南亚地区 最铁感的朋友 但是到了如今 他却只能屈居第二了 因为有一个国家后来居上 与我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外交关系 他就是老挝 其实中国早在1961年 便与老挝建交 但因为后者曾经遭到越南的入侵和控制 因此双方的关系 在七十年代末 曾出现短暂的曲折 不过 越南退出老挝之后 中老关系很快得到恢复 自此之后 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 迅速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 并展开合作 尤其在经贸领域 双方的联系更是密切 不仅先后签订了贸易 投资保护 旅游和汽车运输等经贸合作文件 还早早建立了双边技术与经贸合作委员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大量中国公司进入老挝建厂 在中国的带领下 老挝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一举改善了之前 鸡贫鸡弱的发展困境 而老挝也选择了投桃暴力 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支持中国人民和平统一大业 老挝民间也对中国非常友好 不仅随处可见各种中文标识 甚至还有不少人掌握了汉语 进入2009年后 中国和老挝的关系愈发紧密 先是建立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接着老挝外长又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老中两国是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如兄弟般团结 当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并准备在东南亚修建铁路的时候 老挝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 2021年12月3日 中老昆湾铁路正式通车 成为连接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黄金通道 无数老挝人乘坐这条铁路来到昆明 愈发加深了对我国的好感 可以这么说 老挝已经是最亲中的亚洲国家之一了 能在对华友好度上胜他一筹的都大有来头 而排在第二的 正是我国的血盟朝鲜 和其他国家不同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 朝鲜战争爆发后 我国派出几十万志愿军战士入朝作战 在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后 终于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战争结束后 朝鲜方面大力表彰了志愿军英雄 并将他们的事迹写入教科书中 让一代代朝鲜人铭记中国的帮助 除了国家层面 朝鲜民间也一直感恩志愿军的付出 他们在各地修建了毛主席周恩来 彭德怀等我国领导人的雕像 在每年胜利日的时候 都会自发去这些雕像前纪念 不仅如此 中朝关系在战争结束后 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1961年 双方共同签订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 要知道 一直以来 我国在外交领域都坚定奉行不结盟的原则 与朝鲜的这份军事同盟条约 可谓是唯一的例外 这一点在朝鲜也是一样的 中国是他唯一的盟友 时至今日 朝鲜最高等级的外交伙伴依然是中国 多年来 朝鲜和我国在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始终没有停止 在一些关键的国际政治问题上 朝鲜始终站在中国的立场 哪怕欧美国家施压也不曾改变 每当有重要中国领导人去世的时候 朝鲜政府都会举办最高规格的调研活动 足见其对我国的友好与重视 虽然近些年 有关中朝友好的相关新闻并不多见 但两国的血蒙关系从未改变 朝鲜始终是中国的好邻居 好伙伴 好同志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已经隐隐猜到了第一名 它就是被中国人民亲切称呼为巴铁的巴基斯坦 之所以说这个第一 有些出人意料 是因为在不少人看来 巴基斯坦不仅和中国关系好 同时还是美国的盟友 不过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影响中巴友谊 事实上 中美两国之所以能破兵建交 负责牵线搭桥的正是巴基斯坦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有着远远流长的深厚革命友谊 两国在1951年便正式建交 从这一年开始 中巴两国便将彼此是做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两国领导人保持着高频率的互相访问 民间友好度也与日俱增 在我国的外交关系等级中 巴基斯坦始终处在第一级 是我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在2022年之前 外交领域唯一达到这个等级的只有巴基斯坦 与此同时 巴基斯坦也将我国视作最亲密的伙伴 其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 多次表示巴中关系是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典范 巴帖不仅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巴基斯坦是我国最坚定可靠的朋友 始终和我国的步调保持高度一致 而且巴基斯坦多次在台湾问题 设葬问题 社交问题上仗义直言 坚持强调一个中国的立场 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 巴基斯坦第一时间表示支持 并迅速推行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正是有了巴铁的鼎立支持 一带一路的建设 才能在南亚地区迅速破局 进入21世纪后 巴基斯坦政局动荡 但无论哪一方的领导人上台 在对华问题上都始终保持高度一致 可以这么说 中巴友好战略合作 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政坛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最重要的是 巴基斯坦民间也高度侵华 这里的民众对中国游客报以极高的热情 中巴友一万岁 已经深入到每个巴基斯坦人心中 成为颠仆不破的铁律 总的来说 这五个国家和我国都有极深的渊源 不仅在经济上与我们密切合作 深入交流 在外交关系上也是彼此信赖 平等互助 相信未来 他们还将继续与我国保持高度的友好和互信 一起为地区安全和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